这个过新年 这个感受最不同的恐怕就是已经11年 没有办法回家过新年的 这个清大网水融失案的 红信受刑人了 11年来他都是在监牢过的 今天上午假释出狱了走向更生之路 那么他今天出来的时候面对媒体 虽然说这个帽子也戴了 然后口罩也戴了 但是可以感觉到他真的情绪还是很激动 因为身体都在发抖 讲话也是抖抖的声音 他说坚持要亲自向被害人的家属来道歉 以后会好好的做人 希望能够弥补许家的伤害 无情11年 犯下清大网水融失案的红信女子 终于等到假释出狱的日子 对不起 我对不起 社会大众我造成大家那么多的困扰 然后也造成许家他们 这么无法弥补的伤动 真的对不起 我以后我会好好的做人 谢谢各位给我自信的机会 谢谢你们 十多年没有接触外界 红信女子很紧张 用战斗的声音说出对许姓被害人家属的道歉 你想要怎么弥补许家 刚刚一直跟许家的人说对不起 未来有个什么规划 你是打算做翻译是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也许早就料到自己会不知所措 红信女子事前就写好一份心情告白 她说因为我所犯的错 带给社会不安 伤害了学校生育 更带给许家无法弥补的伤痛 真的很对不起 在先十余年 经由各界对我的教导和协助 让我学会对自我情绪的管理 我不敢再意气用事 当我遇见无法解决的困境 我会勇敢寻求解决方式 不再做出伤人伤己的事情 谢谢社会这十多年来给我的宽容 也谢谢大家给我一个自信的机会 未来的日子 我会约束好自己的行为 尽本分做好该做的事 也会尽全力弥补所造成的伤害 真切地向许家和社会 表达最深的自责和歉疚 宏讯女子不想让家属曝光 所以申请更生保护协会的志工 来接她出狱 但她仍然有五年三个月的残刑 所以还是要定期向官户人报道 中天新闻留起文报经营 SNG小组高雄报道